二层有一家外边挂着猪头的 咔嚓就掉下来了 一下就砸着狗头了 您想啊 猪头砸着狗头 那狗头马上就成猪头了 现在这小狗还在医院呢 婶啊 今年是狗年 咱无论如何 得让这小狗们 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 您说是不是婶 行 好嘞 搞定 别喊 别喊 这怎么能是骗呢 这是善意的谎言 三哥 你别喊 说你呢 三哥你那车 你别停止那个消风通道那 你要停的话 我马上给你拖走 我跟你说 听见没 这谁在物业放了一朵玫瑰花啊 送给最爱的人 这一定是于小脸 送给秘密的 秘密拒绝了 这于小脸白折腾 送啥也不行 挺好的花 我给它弄起来 哎呀 大鼓风 哎 我来跟你道个别 怎么了 一家出走 行李我都准备好了 为啥呀 大姑父 你都看见了 我对小米粒 那是一往情深 情深四海 四海为家 可她一看见我 就让我离她远远的 好 这回我就彻底离她远远的 小米粒跟你闹着玩呢 到啥玩啊 她就是看不上我 我稍微仰仰一点吧 她嫌我粗弱 哈哈哈哈 你就温柔一点呗 就算我温顺的香芝毛 都嫌我掉毛 这回我就找一个 有爱情的地方 不用 不用那么费劲 到哪里都找不着 大姑父 你也欺负我 哎呀 我说 命运呢 哈哈哈哈 哎啦 我走 我走了 哎哎哎 王小强 王小强 走啥呀 行李还没拿呢 对哈 那行李我也走不远 有这行李你也走不远 帮我背着 你就这么搁包 你还弄个双肩背 你直接搁裤兜里不就完了吗 你 你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 啊 你装的啥 拿出来我吓你一跳 啥呀 加多宝 过年过节都喝加多宝 加多宝加多宝招财又进宝 手里拿着加多宝 从哪都丢不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王小强 你怎么知道人家小美人心里面没你呢 什么了 我跟你说 看见吗 这玫瑰花 小美人是买的 让我送给你 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 你看 送给最爱的人 真的假的呀 大姑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 真是 你们街坊邻居 我骗过人吗 骗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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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别闹 你瞎 看看 你看看 你别害了 王小强这孩子他执着他认真 他一根筋你知道吗 你不要呢 不要这样 我把这花送给田经里 好吧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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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utral 这个花是你给她买的 这不是她送我的吗 你怎么不琢磨琢磨 人家小女孩给你买了玫瑰花了 你去了跟人家捅穿了 人家面子下不来呀 对不对 再说人家给你买了 你是个男人 你不得主动一点啊 你得给人家买一束花啊 对不对 也这不骗人 你买 她送我的花 她能不认识吗 你这智商啊 玫瑰花你能分出来吗 那不是都长得一样吗 你以为跟你似的长那么另类 对啊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嘿嘿 你是我的爱人 嘿嘿 嘿 黄小天你干啥呢 我到处找你 你哪去了 你哪去了 你找我呀 你是小米粒啊 我不是啊 不是你以后少找我 站住 哎哎哎哎 我开始给我站住 说吧 干什么啊 大过年的 跟这孩子吵的 大过年的 大过年的 毛签给我添堵 怎么了 你说我今天在饭馆 跟我公司的一个员工 吃饭吃得好好的 他拿个手机 咔嚓给我拍张照片 发朋友圈的 阿尔格如 露博 咔嚴 一 acknowledgement 那么回事 我们公司 I 我们公司啊重出了一个员工 我没跟二美丽说 二美丽那脾气你知道的 他要知道了 他不得给我没完没了的 这有什么呀 你招谁了 我招的这个员工名字叫 赵铁蛋 赵铁蛋 男的呀 我让赵铁蛋当我的秘书 你说他是我的秘书 是不是应该跟我形影不离 对呀 老得跟我在一块 对呀 就是人家请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赵铁蛋呢 献给我一束玫瑰花 关键时刻他咔嚓 他拍个照片发朋友圈了 你说他这嘚瑟不嘚瑟 赵铁蛋也有问题 大老爷们给你送什么玫瑰花呀 你送两个烤腰子多实惠 这玫瑰花 那不有毛病吗 但是我跟你说 顺芬啊 这点也得说说二美 什么呢 瞎嘀咕嘛 大老爷们给你送个玫瑰花 他在干什么 想什么呢 就是嘛 这点是不如你大姐 对吧 你看我媳妇 我出去干啥 从来不怀疑 心中的窗广 大姐是一个懂道理的人 二米粒不一样 街坊邻居都了解他呀 他属驴的 他提人的 没事 你别看他对别人这样 他对我还行 我妈的妈的他 他还是很舒服的 知道吗 大姐夫 我听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我今天过来 到物业找你 就是求你办这件事 你说 你为了让我过好这个年 一会儿你见了二米粒啊 你就说这个赵铁蛋 是你的人 你让我这么安排的 那这不是说瞎话吗 你让不让我过年 行了行了 看你那个样吧 行 我替你扛这个雷 好不好 我就说这个赵铁蛋 是我的人 你的人 我让你安排的 你让我安排的 没问题 好 你放心吧 谢谢大姐夫 前顺芳 哎呀 哎呀 这小指道 你赵铁蛋挺快呀 啊 哎呀 你真长能耐了 前顺芳啊 啊 你陪姑姑站这 大姐夫 行啊 长能耐了啊 站出去给我吃饭去 你再给我找馅去 还捧送玫瑰花 那笑的 脸上褶子都要开了 你想干啥呀 啊 知道玫瑰花代表啥吧 代表爱情 哎呀 二迷啊 二迷 来来来来 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你别说的挖扑 大过年的苦啥呀 别哭 别哭 来 听大姐夫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 顺风招个人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人家是个大老板 对不对 哪个老板不招人 啊 我还告诉你 这人不是别人 是我的人 明白不 我让他招的 明白不 你的人 对 我安排进去 那你跟他啥关系 啥关系 我跟这个倒铁蛋 我们两个人 是亲密无间的 昨天晚上 我们还在一起 明白不 就是这个关系 听见了不 冤枉我了不 明白了不 哎呀我爹 厉害了我的赵铁蛋呢 啊 连我们家正义的化身 都给脱下水了 咋的脱下水了 你还没听明白吗 大姐夫说的很真 那个赵铁是他的人 明白不 老铁是我的人 你忍你看好了 你没事 你把他放出来 跟我们家前书人 照什么线啊 你照这线照的 怎么玩呢 马上照张相怎么了 我的人照张相怎么了 我 女的呀 不是 不是 这个不是我的人 我的人是赵铁蛋 不是 刚才你不还说 他是你的人吗 不是我 我我这不是我的人 我那人是赵铁蛋 听见没 等会儿 赵铁什么玩意啦 赵铁蛋 蛋 对呀 我哪的呀 赵铁蛋 蛋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个蛋 蛋丹丹丹 傻傻分不清楚 你还跟着干 女的女的女的 女的呀 啊 我那不是女的 我那是个男的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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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过来 过来 大姐夫 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 小姐夫 你是不是又坑我呢你 我没有啊 你不听我说 这个赵铁蛋是个男的吗 怎么成女的了呢 你说他是个男的 我没说呀 这只是都是你说的 对不对邻居们 这是你自己说的 小姐夫 我告诉你啊 你一年360天 你天天坑我是不是 大年30 你就不行给我放一天假吗 太过分了你 我告诉你 我没同意 没我的事啊 我告诉你顺便 赵铁蛋我能给你担 赵铁蛋你必须自己担 明白不 你挑着担 你牵着驴 你二女的 第一大 你咋子 秦师方 必须把这个事我说清楚了 我怎么说不清楚啊 是赵铁蛋 人家叫丹丹 人家是来自偏远山区的一个女大学生 到咱们公司勤工俭学的 人家找到咱们公司了 你说我收不收 秦师方 咱俩结婚之前是不是有协议啊 你的公司只能有我一个女人 你妈呀 邻居们你听见了吗 我们公司只能有她一个女人 全世界就你一个女的呗 还得说啊 你既然婚前你答应人家了 那你婚后你就得执行 谁让你答应人家呢 大姐夫 一开始这个丹丹来公司 我确实没想收她 那你为什么又收她呢 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了 你漂亮 没事没事 二女你放心 她不行 好看 好看她哪去还能好看 好看能超过你大姐 大姐夫 大姐夫看来你确实是啥都没见过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公司老高你认识吧 那血压 那老高居高不下呀 看了丹丹一眼 那血压层就下来了 还有两个爱迟到的 现在跟丹丹成为同事以后 争着抢着到公司吃早饭 人家那个丹丹不光人漂亮 工作能力也强啊 人家来了以后 我们公司的业绩 蹭蹭往上涨啊 你说我收不收 你别说那也没有用的 我就问你 花怎么回事 那玫瑰花是这么回事 人家准备感谢我和你 准备请你吃顿饭 你不没空吗 人家让我把这玫瑰花转交给你的 那你不早说还给我呢 小心眼你 你还 花呢 花来了 大姐夫 哎呀你生病了 你是不是还烧我说糊涂了 怎么呢 没发烧啊 没有 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干嘛怕说我送她的玫瑰花 我送她的玫瑰花 笑话 你怎么可能呢 那个那个 二明 小米粒拉过去 王小千你过来 你过来 他说我 王小千你飙我你啊 我不是告诉你吗 不让你跟她提送玫瑰花的事 你怎么全都跟她说了呢 爸姑父 啊 我见到小米粒要是不说几句实话 就感觉对不起 人家伯伯祖龙似的 哎呀 那个 小米啊 看王小千多好啊 对你多实诚的一个孩子 小米粒 以后别让我离你远远的了行不 行 以后我不让你离我远远的了 太好了 那我送你一句话吧 说 若有天涯海角 我便送你一脚 就算你送我十脚 我转一圈回来 接着对你好 王小千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 我改还不行嘛 改不了 王小千你过来 我发现你这孩子就是轻人眼里出西式 干什么呀 其实你老定点小米粒 对了大姐夫 啊 这花不是我送给王小千的 那这花谁的呀 我的 这千不千 你拿我玫瑰花干什么玩意 媳妇 这是单单送给你的 你别说 这孩子还真挺会来事 是范儿 哎 你不是送二米粒这玫瑰花放到我超市了吗 我怕黏沫了就给你拿回来了 来 二米粒在这送给他吧 诶 诶 诶 到底给我招几个招铁蛋 媳妇 啊 这是顺风放你那的 你不等会等会你让我捋捋 啊 大姐啊 嗯 这束花是我放你那的 是啊 那我明白了 这束花 是我们公司单单送给你的 这束花 往前 你拿来的这怎么回事 大红给我的 啊 大姐啊 啊 这束花是我大姐夫的 玫瑰花象征着啥 你明白不 嗯 象征着爱情 你看见没有 这上面还有一个盘 送给最爱的人 你拿着吧 自己夺磨 啊 这个 赵刚子 这花是不是哪个女人送给你的 啊 啥故事 赵刚子 怪不得啊 今天主动啊 拍着胸脯给我扛事啊 哎呀 赵刚子 原来你今天自己有事啊 没有 行 没事 既然你替我扛事了 你这个事 我扛不了 大姑姑 这事你要是敢承认喽 那你就是头子 冠军的 大姐夫 我劝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圆吧 要不然你小心我大姐 让你做咱家那盆仙人球 你的刺这么长啊 想想我气疼 赵刚子 这事你要圆不好 我让你上半夜做刺 下半夜拔刺 那个 大姐夫啊 啊 听我一句劝 承认了吧 那要扎成花洒 那得老有画面了 爸爸 爸爸我回来了 做完题目是什么呀 我的做完题目是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姑姑 你这选了个什么题目啊 你选的好 我告诉你妞妞 街坊邻居全家人 对于她都有意见 敢怒不敢言啊 对不对 哎呀 她就是什么 她是个骗子 就你敢说 来来来来 大家都坐下 大家都坐下 过年了 大家高兴高兴 生讨生讨她 哎呀 你赶紧了 没有你做的地方 站好喽 好好念念啊 好好念 好好听着 好 都听着 哈哈哈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哈哈哈哈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哈哈哈哈 他总说他不爱吃肉 但是每次我故意剩在碗里的肉 他都给吃了 吃得可干净了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他总说他不爱吃肉 我是个骗子 他的太度 他都网上了 你 fertilit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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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